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 最近呢,我收到了很多私信 有很多朋友咨询我 说想要带孩子到普吉岛这边来读书 也有一些人呢,是想要在普吉岛生活 以及在这边做生意等方面的问题 那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城市生活 都不会是非常完美的 那一定是有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 那么关于在普吉岛的生活 好的方面可能你听过很多了 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说一下 我在普吉岛生活中 那些让我不太喜欢的方面 我列举出来了八个点 如果你能够接受这八个点 那相信你一定能够适应在泰国 在普吉岛的生活 那么我要说的第一点呢 就是教育问题 如果你是没有小孩的单身青年 那你可以忽略这一点 但是对于像我一样,有家庭,有小孩的 就会非常关心这个点 但是我今天呢,说的并不是学费 而是让很多的中国家长都比较头疼的几个方面 那首先呢,就是中文教育问题 虽然在普吉岛的有些国际学校里面 为中国籍的孩子提供了中文第一语言的课程 但是这个中文教育的水平呢 是跟国内是远远没有办法比的 国内的很多孩子 从小学开始呢,就会有很多的家庭作业 那么在普吉岛的国际学校呢 孩子的学业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每天大概三四点放学 回来也没有什么作业 在这边的家长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要让孩子的学业优秀 多才多艺 那就必须要家长自己付出很多的心血 而在这边的校外培训课外课方面 在普吉岛呢 虽然比如说音乐、绘画、舞蹈这些方面 也都是有的 但是他的师资水平和他的培训的严格程度 都是跟国内没有办法比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孩子走这个 才艺专业方面的路线 那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 还有一些像国内很火的一些培训 比如说像乐高呀、编程呀这方面 在这边也都是没有的 比如说你想让孩子学一些比较中国风的才艺 比如说是民族舞蹈 或者是民族乐器、围棋、书法、国画之类的 在这边都是非常稀有 第二点呢就是在文化和娱乐方面的匮乏 要说普吉岛呢 其实也算是泰国的一个大城市 但是在公园方面却少得可怜 像青麦还有大型的动物园 像巴提亚还有像东巴勒园 这种类型很多的大型的公园 在普吉岛呢唯一一个又老又破又小的动物园 还在这次疫情之中倒闭了 那其他的公园呢 比如说像植物园、鸟园、海洋馆 这些都是规模非常的小 更没有像我们国内的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美术馆 说起来呢这些场馆其实也是教育的一个补充项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爱好吧 像我的话我就特别喜欢逛美术馆 对我来说看画展和艺术展 就像有些人喜欢听音乐 有些人喜欢看书一样 都是属于是一种精神食粮 以前我在杭州和在上海生活的时候 我是各大美术馆的常客 那自从我搬来到普吉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为此呢我还郁闷过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其实也想通了 因为毕竟为了工作为了家庭 也是有得必有舍吧 那么第三呢就是在饮食方面 作为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 我是有一个地道的中国味 在普吉岛呢中餐厅是又少又贵又难吃 虽说泰餐也很好吃 但是像对我来讲一周吃个一两次泰餐还行 如果每天吃泰餐那我是真的受不了 像我家的话我们基本是在家做饭为主 但是在家做饭总是也做不出像国内餐馆做出来的那种味道 那有时候如果一个人在家又不想做饭的话 我就想着要么点个外卖 就打开那个泰国的外卖软件 比如说像foodpanda和grab这样的软件 满屏的都是泰餐 披萨和汉堡 所以看了一遍之后还是很失望的就会关掉这个外卖APP 我就宁愿在家煮个泡面吃 其实在泰国的话也有很好的中餐的 就比如说像曼谷它的中餐馆的数量也很多 做的味道也很地道 所以每次我如果是去曼谷玩 那基本上每顿饭都在吃中餐 那如果什么时候回国了那就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每天都是在暴饮暴食 那一天呢基本上是要吃四顿饭 每顿饭都要吃到浮抢走的那种程度 所以每次我回国呢都是要胖个五六斤六七斤这个样子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工作 我发现很多像我咨询想要移居普及 以及想要带孩子过来读书的这种人呢 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 都是有家庭 有小孩 然后也基本呢都是在国内会有比较稳定的工作 如果你在这个年龄移居到泰国的话 就等于说你要放弃了国内的工作 以及积累了这么长时间的人脉关系 一切呢都要重新开始 那像在普吉岛呢 大部分的工作机会都是旅游业 疫情之前呢其实也还可以在这边做很多的事情 那么像疫情之后呢 普吉岛的旅游业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 当地呢是有很多很多人失业 像很多以前住在普吉岛的中国人都已经回国了 这个时候移居到普吉岛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有比较厚的家底了 其实我觉得呢工作也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让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 像我以前呢也认识有那种大孩子过来读书的陪读家长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是很忙的有很多工作 来了普吉岛之后呢就一下子闲了下来 在这边待了很长时间呢也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工作方向和人生目标 再加上也没有什么朋友 就每天的状态就很不好 最后呢实在是受不了这边的生活 就还是又回国了的 第五点呢是气候 那说到普吉岛的气候 有些人觉得是优点 那有些人觉得是缺点 像我老公呢就特别喜欢在这种热带的生活 因为他很喜欢运动 喜欢一些 特别是喜欢一些海洋类的运动 那像我呢我就更喜欢四季分明一点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乐趣 比如说像春天可以去踏春 夏天呢可以去赏河 秋天呢就是满城市的桂花的香味 那冬天呢就可以打雪仗堆雪人这种 在普吉岛呢虽然有旱季和雨季的分别 但是永远都是夏天 像我之前我也有说过生活在这种热带国家 可以很省钱 省了一大笔就是买衣服的钱 因为夏天的衣服也比较便宜嘛 但是我有时候真的感觉是过腻了夏天 有时候在商场 比如说像优衣库里面有卖那种羽绒服的 我有时候看到那些羽绒服 我就好想把它穿上呀 好想体验一下在冬天穿羽绒服那种很暖和的那种感觉 疫情以前呢我每年会大概回国个两三次 也会换个季节去感受一下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国了 最近也在抖音上以及各种新闻媒体上看到 全国各地都在晒大雪的那种视频和图片 我就非常的向往 第六点呢就是这里慢节奏的生活 像生活在普吉岛呢 你不仅不会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你还感受不到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 普吉岛呢本身就是一个大农村 它发达的只有它的旅游业 在这边待久了 你再回到国内的一些大城市 你就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奥特曼 变成了一个土鳖 我就是这样形容我自己的 泰国人呢做什么事情都是窄烟烟 慢慢来 在普吉岛一个小小的茶龙转盘地下道 就可以建了五年的时间 像我们平时像我有时候去银行办事 在国内可能十分钟就可以办完的事情 在这边营业员要托你大概要两个小时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能把人挤死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发现挤也没有用 然后你就习惯了泰国人这种窄烟烟 等你习惯了之后 可能你也变成了这种窄烟烟的人 那如果等你变成了这种人的话 那你再回到国内你就失去了你的社会竞争力 那第七点呢就是签证问题 我相信每一个在泰国长期居住的外国人 都会很烦泰国的签证政策 泰国的签证呢 不管你是工作签还是陪读签 或者是学生签什么的 就是每年都要更新一次签证 而且每90天呢就要去移民局报到一次 我真的是像我真的是很烦去移民局报到 每次去那个又破又小的移民局 就感觉人很多 然后闹哄哄的 然后还要填表 还要排队 还要去面对那个签证官冷不丁的这种提问 而且每次去移民局都要花费至少是半天的时间 但我呢是属于比较大条的人 我经常会忘了去做90天报到 所以经常被罚款 像就像上个月呢 我还被罚了2000泰铢 而且这个签证呢 每次你出国离境之前呢 都还要记得去做这个回头签 如果你没有做回头签就出境了 那就等于说你这个签证就作废了 等你回到泰国来 就要重新再走一遍这个签证的流程 是很麻烦的 第八呢就是语言问题 在泰国生活不像在欧美国家那样 只要你英文OK就行了 在泰国你如果想生活的舒心一点呢 最好也要会一点泰语 虽然说很多泰国人英语水平都还是不错 但是也还是会有很多不怎么会讲英文的 如果你来到泰国生活 又不会泰语又不会英文 那你可能就过得没有那么舒心 那像我的情况呢 我是泰语也会一点 英语也会一点 但是都不是那种很精通的水平 其实也能够跟泰国人聊天的 但是就是不会去聊得很深入 而且呢我的泰语是只会说 不会读和不会写 有时候走在满大街上看到那种 很多的泰语的招牌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文盲一样 连字都不认识 而且呢泰国人讲英文也是有口音的 比如说像电脑 英文叫computer 那泰语呢就叫computer 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很口音的这个发音 像我以前我在大学时代 跟我同住的是湖南人 我的口音就被湖南人带跑了很久 现在我生活在普吉岛 就是跟泰国人讲这种泰式英文讲多了 我都觉得我自己的英语都是有一股那个东英宫的味道 那不好意思啊 今天都是一些吐槽 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感觉有一点负能量 这其实呢也是我这些年生活在这边的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吧 普吉岛也有很多很好的方面 比如说干净的空气 非常好的自然生态 漂亮的海滩 善良的人民 悠闲的生活呀等等等等 我觉得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普吉岛 想要来这边长期生活 就不妨呢是先来这边生活个一两个月去试一试 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能够适应这个地方 真的是喜欢这里的生活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